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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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不叫表演唱 因为你没有出声 那么我觉得 从我的专业上来讲 如果假唱的话 它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整个音乐视野 大家也许不是搞专业的人不明白 在国外的演唱和乐地的交流 如果你假唱习惯了以后 在这里假唱 你到国外之后 你真唱的都没有声音了 我已经碰到几个 我们中国非常有名气的演员 到了国外 跟国外的乐地一念 没声了 而且用伴奏带 也是很害人的东西 每一次我们演唱一个东西 它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心情 表达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下次可能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很多的情感会 每一次都不一样 你怎么能用一个伴奏带 把你筐死的 你然后在心里再唱 再数着拍子 一二三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味好姑娘 你这个不是 你这个怎么可能传递你 整个乐队 整个指挥 它是跟着你的情绪 在流动 传递给大家的 你假唱 你老是用个伴奏带 你怎么表达 要想 要想长一点 把你的情感 传递得更多一点的时候 那个伴奏带已经下去了 哎呦 你赶快跑啊 没了 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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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断 感谢观看